我聽學長姐說中醫院有開一個人文講座 這個是什麼啊 它是通識課嗎 中醫院人文講座的發想 主要有兩個緣由 第一 中醫院作為一個研究機構 也希望能夠對社會有所回饋 第二 我們對於未來人才的想像 希望我們未來的大學生 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之外 能夠有其他比較完整面向的一個培養 所以中醫院跟大學合作來推出人文講座的課程 希望能夠達到這樣一個目的 人文講座聽說是通識課程 那是怎樣的通識課程 那這個課程都在教什麼啊 我們人文講座的課程設計呢 希望能夠因應時代的變化跟要求 那我們知道社會的變化相當劇烈 議題也不斷地更新 所以我們的做法是 我們邀請中醫院人文領域相關的各種不同的研究領域 還有研究中心呢 這些學友專長的學者呢 共同組成一個微學層 目前呢 我們推出有包括文化感性 生命政治 還有民主與意義 這樣的一個微學層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議題呢 來回應目前社會的劇烈變動 講座課的話是指演講嗎 是由中醫院的研究員來演講嗎 那會不會很難啊 如果我看不懂怎麼辦 有沒有人可以教我 還是有助教可以問 中醫院的人文講座呢 跟一般大學的講座呢 也有所差別 其中最大的差別 主要是我們注入相當大的人力 特別是助教 我們每一堂課程呢 都配置了許多的助教 這些助教參與課程的討論 希望在收合老師之後呢 能夠帶領同學更深入這些議題 然後發想 然後討論 啟發同學對於這些議題的一些 更多的想法 我看這個人文講座裡面 還有一個巨人的肩膀 這是什麼樣的課程 巨人肩膀是什麼 關於我們中醫院人文講座 有一個課程我特別要提出的 就是所謂巨人的肩膀的課程 顧名思義就是希望大學部的學生呢 能夠站在所謂巨人的肩膀上面 能夠對於學術 對於科學領域 或者是人文領域呢 能夠有更新一步的發展 那這是一種 身教大於嚴教的一個課程 那過去的經驗裡面 我們發現同學特別喜歡這樣的課程 透過這樣的課程呢 同學可以跟中醫院的這個研究員呢 近身接觸 然後從生活當中 學習他們對於知識的這種探討 以及做於學問嚴謹的治學態度 這是非常受到歡迎的一個課程 中醫院的人文講座 是相當不一樣的同時課程 它有不一樣的目的 不一樣的設計理念 不一樣的上課方式 所以我特別邀請同學來參與我們中醫院 人文講座的課程 來體驗不同的學習過程 來參與不同的交流 然後呢 開啟不同的人生 譬如指定 人生 人生